总统赖金德接近我国友邦土瓦鲁总理戴斐利 以见面双方热情握手寒暄 欢迎戴斐利总理今年2月上任以来 第二次率团来访 这是更以主兵的身份出席国庆大典 在台湾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土瓦鲁远道而来的祝福 我已经提醒了你的可能性的参加土瓦鲁 我知道你的官员有努力的工作 土瓦鲁总理台上直接爆料 总统赖金德正在规划出访要去土瓦鲁 而我国国庆将至 总统除了忙着迎接各国的访团 国庆谈话也进入最后定稿阶段 势必触及两岸关系立场 国防部证实中国将在10号当天发射运载火箭 从西昌卫星中心射出 预计飞越我防空识别区 国安高层更研判 无论赖总统的演说内容为何 中国都将借机挑衅 连标点符号表情都可能被中国借题发挥 作为寻衅点发动联合历见演习 中华民国双十国庆 中国哪一次高兴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正视这个历史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要将这个台海内海化或者台湾问题内政化 这样的一个法律战 心理战跟认知战 真的部分 今天国防部有所用揭露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在国际的晚上 然后是处于卫星发射论文里面的一款 那研判是在经过台湾上控的时候 已经超过卡文线 近期其实中国那边对有些大便器球看到别国 跟国安单位做充分的配额 我们是的应酬 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 我方将全程监控应变 不过中国不只可能会借机发动军演 甚至透过以美 依赖和宜军三层次复合战 制造黑赖产业链 散播假消息啊 散播谣言啊 通常9月10月是一个高峰期 中国发动军演结合舆论造谣手段 我国安单位严正以待 不得不防 明事新闻撞头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明事新闻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项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养